既然相公所为了推动语言传承 3月份开始就举办了原住民阿美族语的认证研习课程 特别以冲刺班刑事辅导学员 全力为4月24号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试来做万全准备 拥有30多年母语教学经验的黄岳春老师 以前线易懂的方式正在台前带领学员们认识阿美族语的罗马拼音 并且也透过歌谣传唱让竹语能够更贴近学员们的生活 让现场气氛好欢乐 演习课程中还有一位远从台东加来花莲的布农媳妇 这次特别报名课程就是希望能更融入夫家阿美族的在地部落 就是想要融入我们那个在地纳豆兰部落的那个文化 然后还有就是要传承 因为我是嫁给阿美族 然后就是因为小孩子要也会讲 所以我必须要先学会这样子 他们阿美族的那个母语很好学 因为他们是两个音两个音 不像我们布农族是有时候是三个音 或是四个音是连接的 所以是这个是让我很好奇 为了推动语言传承江湘公所时首次推出原住民阿美族族语认证研习课程 特别以冲刺班的形式辅导学员 全力为4月24号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试做出万全准备 族语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小孩跟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 移住在族语母语的学习文化其中 但是过去会说在家庭里面也能沟通 但是拿不出我们的族语的证兆 所以这次呢我们节安湘公所办理了母语的学习以外 更要辅导我们所有参与的学员来考上族语母语阿美族的证兆 为期一个月的读语认证研习课程 在17号上午举行结业式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证感谢状 肯定指导老师黄岳春的认证教学 并也颁发结业证书给30位学员 祝福他们在4月底的认证测验中 都能经榜提名顺利考取证照 记者徐立芹 节安湘报导